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一个收盘表现 我们看到是全线下挫的 那么具体来看呢 英国富士100指数下跌了0.11% 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下挫0.64% 而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幅度是0.16%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 美国呢是也是全线下挫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低幅并不大啊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 是微幅下挫的0.01% 纳斯拉克综合指数下跌0.5% 而标股白指数是收盘收低了0.04% 好 接下来马上来关注到的是 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 李希尔鱼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美股周二低开企业财报进入高峰期 本周有超过110家公司公布企业财报 导致成分股IBM的周二跌 事实扩大至了5% 拖累了今天的打盘走势 经济视讯面美国商务部报告表示 美国9月新屋开建数据是增长了6.5% 年化数字攀升至121万栋 创下了近8年来的新高 IBM公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第三季度的营收与去年同期相比大跌14% IBM的CEO表示 新兴市场需求衰退是本季度营收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季度IBM来自中国市场的营收是下降了17%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几大新兴市场合计营收下降30% Verizon宣布了第三财机的盈利超出市场预期 股价在今天持续走高 目前超过1% 主要是得益于公司4J智能手机更新的提高 以及FOS业务的增长反弹 联合技术报告受到了外汇变动的影响 是既利润出现了下降 该公司还公布了一项12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 好 非常感谢 谢谢